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带给我们来 富丽公主湾 楼上的公寓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房型 就是两房 加一个书房的unit 总共是一千七十四方尺 我们来到我们的客厅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阎台 然后我们阎台的那个景色是很美的 就是我们的海景 这算是海景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未来 即将来的那个RTS 然后我们的这个阎台其实是蛮宽敞的 为什么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小房的那个阎台 是跟我们的客厅出来这边都是一起连接的 所以它是很长很过 我们这里通常可以海花桌子啊 一些花啊 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可能可以坐在外面 看看爱情 然后咕咕咕咕这样 好 这样我们进来 这样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的厨房 我们的厨房 跟我们的客厅是分隔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siling door 这样我们煮饭的时候 我们是不弄大 就是有烟啊 还是弄到我们的客厅游泳 这样啦 ok 这样我们的厨房也是 基本上都是很晚上 就是我们有厨啊 就是我们有厨啊 有啊 有啊 有那个 有那个 然后我们的那个 臭油烟机 还有我们的厨房都是 啊 齐全的 啊 比如如果一般有些人会觉得 我想要用电流 那么因为这个 灯口是已经开好了 你们就只需要找 啊 一样的尺寸 然后你们去换那个 电流下去就可以用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 啊 小小的 生活阳台 就是生活阳台 通常我们会拿来放 我们的洗衣机 然后会晾衣服 啊 这样 然后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ok 你们啊 像我刚才讲 这是一个二加一 所以我们会有两个房间 一个厨房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房间 第一个房间 刚才你们看到 就是我们的阳台 就是 流阶的 我们的客厅流阶 所以不够能 坐在这个房间 你也可以 直接 开门 去到我们的阳台 然后那一边就是我们的客厅 对 所以你就不需要很麻烦 然后就跑到更丁 再去到你的那个阳台 好 这样我们去另外一边 这里是我们的厕所 我们的厕所都是很标准的 就是我们的 啊 地砖啊 啊 跟那个洗手盆 其实全部都是很美 然后我们也是有热水气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小房 就是那个家里的房 这个是我们的书房 ok我们的书房 你可以看到我们有窗 这样 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做东西的时候 然后我们不会觉得太过的密集 也可以通风 然后有光进来 这里就是我们的主人房 我们主人房的厕所是 啊 跟厕所跟主人房是联在一起 就是啊 一个独立的厕所 ok也是一样很美 然后有个水气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主人房 啊 这里咧我们就可以 放个啊 啊 定赛 定赛 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的 微温度这里 通常你可以 买房间东西 或者是 你们可以 啊 这边啊 看书啊 这样然后可以 观察你的风景 然后我们这里 呃 每一间房间都 过客天 其实是有给啊 空调 然后就是一些 基本的恩啊 我们都是给的 所以你们搬进来 呃 就是 买一些基本的电器啊 床啊 这样子就可以 啊 住在这里了 就不需要花太多钱去做中心 好 这样呃 我们今天的那个呢 看好这道问题